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呢 咱学习了一份静态话 当然咱只学习一下基本原理 对不对 对 最主要的是为这节课做铺垫 这节课咱学一下smart的缓存机制 其实它实现的就是页面静态话 好吧 既然它知道原理 咱们再看smart的功能比那个就更简单一些 前面咱在看页面静态话的时候知道 学习页面静态话需要知道几个属性 第一个就是缓存的时间 对吧 把缓存文件指定到某个属录下边 对不对 所以这些咱们都得在smart里边 咱们初始化出来才可以 初始化文件是咱们现在用的这个文件 对不对 所以需要指定几个 一个就是缓存的时间 就是缓存多长时间 对不对 再有一个就是缓存的位置 选到哪去 对吧 然后它不是说所有都缓存的 咱们阶段分两个阶段 一个是开发阶段 一个是上线阶段 对不对 项目上线阶段 开发阶段要全都怎么办 不要开缓存 不然的话你调试程序的时候不方便 对吧 上线阶段咱们就尽量都是缓存的了 对不对 所以有个开启缓存的功能 缓存的功能 有这三个指定 那么看一下分别用什么属性指定的 我们可以看手册里边 PARP部分 开发的地方给我们提供的 我看一下 程序员设计篇 Smart的变量这块 我们可以找得到 比如说缓存 这个是试固开启缓存 缓存的目录 看到了吗 这几个 缓存的目录在哪 是不是这些属性 我们也可以通过找Smart的原文件 对不对 对 比如说Smart的原文件 在这里边 Libers下边的 这个下边 搜索跟缓存有关的 CHE 看 是不是这么多 它里边都做好了 缓存跟缓存有关的东西 对不对 可以获取缓存的目录 设置缓存的目录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还可以有一些 看 还有一些属性 这个是使用这个设置缓存的目录 看到了吗 嗯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边 设置缓存的位置 Smart里边有个 SET这个 设置位置在哪呢 我们现在已经降到目录了 对不对 在root下面的 斜盖 CHE 放到这个下边 行吗 那我们得来查查一下 看到这个了吗 是不是缓存时间了 对不对 我们它默认是缓存 是不是一个小时 咱们这的话可以随意的改 改变 咱们这会缓存的时间 咱们就小一些 Smart里边的属性 缓存时间 咱们指定 比如说10秒 咱们做实验用 对不对 当然写的配文件 你可以改变 然后是否开机缓存 就不在这里搜了 就这个属性 就直接写了 Smart里 Smart里边有的 C-H-E-I-N-G 默认之是假 是关闭缓存的 关闭缓存 那你写和不写 都是一样的 就是相当于现在缓存 没有 对不对 看缓存文件里边 我已经删掉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访问一下 这个文件 老后下边的 您带死的 叫JP 上一个程序 管存 这个属性 我写错了 C-H-E-I-N-G C-H-I-N-G 是不是 是这个对不对 现在你看一下我们管存 目录里边有文件生成吗 把它最小化 有文件生成吗 怎么刷新 是不是都没有文件生成 对不对 如果把这个值属性改成处 就开启了管存 看一下 它会直接就给我们生成 页边进来画的页 让我们小心一下 是不是就生成了一个内容件 对吧 我们打开 你看这里边就是存静态的内容 看到了吗 对吧 是比我们自己做要方便的多 对不对 那像这样 如果我们假如文章有多篇文章 我点下一页 处理的时候 这个 如果我点下一页处理的时候 你看 是不是还是这一个文件 对吧 为什么还是这一个文件 所有的模板 它管存了一个文件 必须得指定什么 让一个文章 管存一个 一个分页 管存一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在P2P程序里边 我要把原来的上解的 计划画都删掉了 对不对 在基斯普雷后边有个第二个参数 指定一个ID 就指定一个不同的指 比如说我指定1 或者一个字符串的1 对吧 然后生成一个文件 看一下 下一页 是不是生成一个1 开头了 对不对 那我指定2 它会又生成一个文件 下一页 对吧 但是不能每次都人工指定 所以既然我们参数里边有配置等媒体 对不对 谁是变化的 是不是分页是变化的 如果是访问的是文章的话 每篇文章ID是变化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可以使用什么 说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在这块用成这个 到了不消息盖上里边的配置 变化的参数 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每法文一个页面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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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是有一个变化 再不得手艺 对吧 对 每一方文一次都有一个变化 我可以缓存的东西 我们可以随时删掉 对不对 那缓存的是10秒 10秒之后 它会重新重新 如果既有文章 文章还在分页 比如列表页面 对不对 是哪个栏目 然后哪个栏目下面的分页 比较麻烦 你得写两个参数 对不对 所以这会我建议写什么 到时候下方线 server里边有一个requbst 下方线uri 就把整个ur放到这来 每个ur不同 那一个ur就换成一个 这样会更好一些 对了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 点一下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一页 第三页 第四页 第五页 是不是都有了 对不对 那这个页的 页面静态化 我们是不是就做好了 但是这个页面静态化 我们做了 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计划 怎么还需要解决 什么呢 我们现在访问的 是不是因怠点pp 我们虽然生成静态文件了 但是 我们连接数据库 执行伺候于这 怎么执行 是不是执行 那你想想 这些执行了 那我们页面静态化 有意义吗 没意义 所以我们必须怎么办呢 让它不执行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数 方法来判断 在pp里边 有一个 有一个应该说是属性 叫做 tach 找一下吧 tach 有一个方法 找找 原谅了 对不对 有一个方法 叫做 A字 开始 这吧 对吧 smart3是这个 smart A字 下回信开始的 对不对 判断适逢 已经缓存了 如果缓存了 我们是不是就不只是动态的 所以在这我们得写 写这个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上 如果 谁呀 大罗福 smarting 里边的谁呀 哪个缓存 哪个模板 您带点pp 点tpl 这个模板都缓存了 但是这个模板 是不是后边还有id呢 对不对 我们这俩都得加上 再加上第二个材数 对不对 这个模板的某一篇文章 对不对 是否被缓存了 如果被缓存的话 它就是什么 返回 真 对不对 那缓存的话 我们执行下车动态的东西吗 取个反 对不对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缓存的话 我们执行这些东西 一直到这儿 我们这里边都可以说定一下 对不对 看一下这话 如果没有 这话这一定要加的 一定要加 不然的话 你进来的话就没以了 对不对 如果没有 缓存 则连接和查询数据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既然有这个了 我们这话是不是有一个 色鬼队的输出 对不对 我们再来重新来看一下 看现在广存文件 我现在访问首页 丢失变量Smart 我们好像这里边写错了 对不对 S Smart art 少了一个 刷新一下 第一页 广存一文件 对不对 你看有色鬼队的输出 第二页 第三 第四页 是不是都有色鬼队的输出 我再访问第一页 第二页 你看 还有色鬼队的输出吗 没有 对不对 但是你看又输出是因为什么 是不是到时间了 咱们就10秒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色鬼队就没有了 10秒钟之后 它怎么还会出现 对不对 你看又出现了 所以这是 有输出的话说明执行动态的了 没有输出 是不是执行缓存文件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Smart的什么 缓存的机制 这是必须做的 所以步骤很简单 只需要在配置文件里边 配置几个 然后在这里边指定好每篇文章的ID 哪个文板 缓存成哪个文件 对不对 也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特别 什么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做一个 比如说网站首页 对不对 那你要是缓存了 所有都不能实时更新了 对不对 那如果网站的某一个栏目 需要实时更新 不让它做缓存 对对吧 你不能说因为这一个栏目 整个页面都不缓存 对吧 那整个页面几十个宇宙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我们如果 做一个经典化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是能做阿贾克斯 一部去请求的 哪个栏目 哪个实时更新 请求 其他的都经典化 那smart的默认就只是这个 比如说 假如说 我这会做一个动态的 你看啊 如果是局部关掉的 就是局部缓存的 你不能写在这个大块里边 写在大块里边 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一直缓存呢 对不对 写在外边 就是比如说我分配一个 smart里边 asic 分配一个 time 时间的变量 那这会儿就去叫一个 dte 比如说年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对吧 分配一个那个时间 我放在外边了 这条代码肯定是 不管缓缓存 是不是都会执行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我现在 假如说把它放在 我们模板的 这个 mintess模板 我们把它打开 如果把它放在标题栏的话 后边叫时间 $time 对不对 如果我现在这么写 是不是缓存的 你看写在外边的话 它也是缓存的 咱就看时间秒数变不变 比如说 绑问首页 对吧 绑问二顶面 第二页面 再绑问首页 31 21 第二页面 34 31 34 对吧 是不是现在是缓存了 在42的话 10秒钟过了 对不对 已经缓存了 对不对 如果我其他小缓存 就时间不变 时间的变化 应该说 对不对 那这样这会儿不缓存 怎么办 首先说不缓存 pp 你必须得放在 这个大块之外 对不对 那在模板里边 smart3里边 给我们加了一个 这个 这个框还是做什么的 no cage 对吧 在smart2 这个还是我们得自己写 不需要缓存的 页面整个不需要缓存的地方 就放在no cage里边 它就不缓存了 需要缓存的 咱们就不放在这个里边 对不对 记住pp里边放在大块之外 然后模板里边加为这个 就可以了 smart2设计起来 要麻烦一些 smart3会帮助你的多 你看 我们再来做些实验 看一下 比如说 首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对不对 你现在看时间 是不是42增长的 每次点1页和2页时间 是不多增长的 但是四个语带有输出吗 现在四个语带输出了 你看 因为时间到了 对不对 你看四个语带没有输出 说明是不是使用的缓存问题 但是呢 时间是不是在增长 对 五六五七 对不对 说明我们整个页面是缓存的 但是只有时间是没缓存的 这就是局部 对吧 当然了 有的时候我们发布文章 或者修改文章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怎么清除这篇文章的缓存 让别人在缓存文章的时候 重新上升 对不对 那清除缓存 我们 其实可以手工的删除这些文件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我们在smart里边 专门有清除缓存的方法 比如说 clear catch 清除 单独的缓存 你存哪个模板 存哪个模板的ID 你看 存哪个模板 或者哪个模板缓存ID 就会清除单独的这一步 对吧 那如果想全部清除的话 有没有一个 clear 所有缓存 有 是不是有 那比如说 我们就试一下这个 假如所有缓存就不存 参数了 假如你想清除单独某一个缓存的话 cr er clear ca ca g 你只要写单独缓存的一个模板 或者是这个模板里边的什么 某一个ID 对不对 如果想清除所有缓存的话 我就给大家试一下 它其实就删除了所有的缓存文件 咱们试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 比如说我随便刷新一下 就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清楚缓存 也有办法 smart也是支持的 当然这条语言 你既缓存了又清除了 那就没意义了 跟你的业务结果去写 咱们学到这里 咱看一下 smart的基本功能 咱不能说脚百分之百 也有个百分之八九十的 对不对 你只需要掌握百分之五十 那么你就完全可以做项目 对不对 所以到这里咱们smart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 咱们只是介绍了语言的基本部分 对不对 那你要想将它灵活运用 还得在你的项目里边多使用几次 这样的话 你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特性 对不对 那希望大家在学习P2P这本语言 或者学习模板的时候 以掌握了基本语法之后 多做项目 不用多你只要做三四个项目 那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 降到这里 同时呢 也结束了我们smarty 这个课程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 出了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我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